今天我們收看 技能重施後 勝率掉到谷底的 一港四 一港四 嘿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尚恩 歡迎來到今天的傳說代表 今天我們來玩的是 重製後的一港四 已經重製後好一陣子了 我們就要看看他該怎麼玩吧 一般來說呢 每隻英雄的大神榜勝率 上五隻頭 六隻頭是輕輕鬆鬆的 畢竟呢大神榜都是專精玩家在玩 玩了好幾百幾千場 幾千甚至三萬分的專精分數 可是呢一港四 重製後呢截至目前為止 大神榜呢還是四隻頭 大家呢也可以去看看 專精玩家呢勝率完成這麼低 那是不太健康的表現喔 有兩個比較大可能的因素 意思呢大家還不太熟悉他的核心玩法 玩錯了 不然呢就是這個英雄 被改得太弱勢了 到底是哪一個呢 我們一起找出來吧 首先我們看看這場的玩法 我們左是魔龍路 射手位 這次我選擇呢 不論是魔龍路跟中路唷 中路射手都可以的 一根獅玩魔龍路呢 甚至前期打架還挺強 打架單挑都在行 敵方呢打野呢看起來對我們有意思 他靠近我們呢已經把他打殘 救人頭由我們的輔助收下 一開始呢我們有四個參團 全的五個頭 四個參團 我們先來看看 新版的一根獅核心玩法跟配備 核心魔紋呢我們選擇帶來自 聖靈召喚 小精靈 可以增加我們的前中後期的整體輸出 比如呢打這個塔拉 也更加容易收掉他了 當然呢除了這個以外 我也挺正義帶護盾 神聖守護 畢竟我們知道出裝 最怕是被敵方一套秒掉 像這場呢敵方有祖卡 很多時候呢也會有像 瑟菲斯 克尼納卡 悟空 這些高爆發的英雄 所以啊如果你不是帶小精靈 那就是帶護盾 隨你喜歡 看你覺得傷害不夠 還是不夠硬 太常被冒 再來裝備的部分 這套也是大神出裝 這套配備我覺得配的挺好的 魔攻很高 我們一二三技能呢打人都會痛 同時呢我們普攻也會痛 普攻輸出來源呢 除了我們被動的增加攻速 附加魔傷 詛咒之刃的高爆發 還有目光之刃的每秒輸出 都很好用 這套出裝最大的缺點呢 就是沒有保命手段 還缺一個生命法杖 或者零霜寶珠 後期滿裝之後呢 我會買掉惡魔 改成 法典呢 神聖法典 或者寶珠 或者生命法杖 甚至是復活甲 不然的話呢 如果偷到太後期 很容易被秒掉 我在考慮呢 裝備要怎麼改才對 以招出裝來說呢 惡魔我還是要看起來 好像比較可以被取代 如果大家對出裝呢 有任何想法 可以在留言一起討論 像有時候喔 如果敵方有呂夫之類的回血角 感覺呢 招魂路也是可以買出來 以招出裝來說呢 核心綁定裂 比如巫妖王冠 混沌法杖 我覺得這兩個是挺需要的 巫妖王冠呢 把我們傷害提升很多 混沌法杖呢 用來穿敵方的仙靈之類的 魔穿呢是有必要的唷 不管前中後期 都有用到 再來兩件攻擊裝呢 像蜜咒之刃跟目光之刃 以我們這個玩法來說呢 感覺蜜咒的用處會更大一點 雖然我們測試上來呢 螢幕上這一套 是我們覺得呢 目前最佳的選擇 目光之刃呢 也可以考慮改成 寶珠或者生命法杖 如果太常被敵方秒掉的話 我剛剛玩下來呢 比較沒有傷害不夠的問題 比較大的問題呢 雖然還是太容易被秒掉了 如果被激活的話 再來我們來說說核心玩法 備戰說完了 核心玩法最重要最重要的呢 就是我們的一技能一定要命中 一技能命中加二技能暈眩呢 可以讓我們打贏 絕大部分的英雄 比如跟敵方企羅 打野 跟敵方射手亥爾 還有跟敵方主考的單挑賽 只要呢我們一二技能能夠命中 都能夠打贏 另外啊這版的伊耿絲有點像史蘭茲 做主角反應挺快的唷 瞬間就開了個寶珠 像史蘭茲的原因呢 就是我們很需要邊走邊打 邊用技能 史蘭茲也射 邊走邊射 邊丟長矛 邊使用位移 只是呢伊耿絲好像看起來比較複雜 但其實並不會 基本上呢如果我們一技能能夠命中的話 接下來呢二三 也比較可以命中 推薦大家可以試試看呢 一二三全部放下去 然後就是瘋狂的普攻 有一技能開一技能 每一技能就普攻 相當簡單的連招 當然呢這也說不上什麼連招 最簡單的呢 最基本的十技能要命中 你要練到呢一技能跟二技能 能夠命中高速移動的目標 還有心機很重 反應很快的敵方 像這一場呢 看得出敵方的亥雅祖卡 反應都是挺快的 還有敵方的莉莉安 這種高速移動的英雄 好消息呢 伊耿絲的技能也挺快 也挺好命中 一技能雖然短了點 大速度快 而且他也夠寬 二技能的話呢 基本上他的動作也是可以接受的 這場呢我們沒什麼續戰力喔 沒血的話呢就回家補一補 我們今天命中呢也是有護盾 這套裝備雖然催呢 可是傷害是非常可怕的 OK 接下來呢我們的問題要解決 比如呢我們沒有餵你 所以喔 被抓到的話 基本上就是拜拜了 所以呢這版呢一根絲你要玩得好 跟祖卡交換一個瞬移喔 趕緊開溜 要求就比較多了一點喔 首先呢你要熟悉走A 第一個要素 走A呢跟技能的玄解 那是我們的輸出來源 第二個要素是我們走A 第三個要素呢是我們要瞄準 瞄得準 所以啊他操作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唷 回報的話呢也不知道算不算高 那我知道傷害很高 爆發也很高 只不過呢 如果稍微不勝被抓掉的話呢 還是挺容易被抓的 沒尊於被抓到呢 幾乎是九死一生 如果反打的話呢 可以把敵方打殘 甚至反殺 但是呢自己也很難活了 這時候呢我們做的事情是 盡可能保護我們兵線 讓隊友點塔 OK 敵方莉莉安 交過了寶珠 也交過瞬移 一旦把他帶走了 祖卡看起來是大瞬喔 往後拉 收了祖卡 打殘敵方的射手 可惜呢 最後敵方又打贏了這一波團戰 這時候拖到後期 敵方的人呢是可以瞄我的喔 所以呢要更加的謹慎 小心 這時候呢我們早就知道 綺羅在這了唷 OK 相當的驚險喔 我們一技能呢用在小兵身上 就不要打得這麼殘 如果一技能用在他身上呢 直接給他一二連招 我們可以幾乎不扣血的情況 把他秒掉 絕對不要低估一根絲的傷害喔 如果你的一二技能能夠命中的話呢 像這個滿血的塔勒 這個15等已經滿裝的塔勒 看他撐不撐得住 他應該嚇一跳 這個印象中打人很癢的老爺爺 怎麼把我瞄了 這也是一個人是呢 這改版後 如果技能都丟中的情況下 我們的輸出有多可怕 這邊呢我們有點出乎意料喔 沒想到祖卡會直接跳上來 本來我以為呢他有看到我的隊友 他會不敢跳喔 結果還是把我帶走了 可惜了點 復活之後呢再跟隊友一起來進攻 已經是掉了眼魔神 這時候我們要做的很簡單 一是保護眼魔神 不要讓他耗太多血 第二呢是保持距離 敵方有祖卡 想必呢祖卡跟亥犽的團戰也是很強 他們一定會進場的 我們只要跟他比耐心 遠遠的用二殺來丟他們 然後呢同時跟隊友保持距離 等祖卡跟亥犽進場呢 而沒抓到我 我們就可以秒掉他們 像這樣子喔 兩個都進場了 我們就從外圍丟 最後我們是在滿血的情況下呢 幾乎把敵方都秒了 離地安也帶走 最後就是竹刀了 以上呢說回來新版伊根斯的玩法 大家覺得他怎麼樣 不過感覺呢是操作成本太高 要會走A 要秒得準 還要走位很好 這麼高的操作成本之下呢 其他英雄貓勢是更好的選擇 那我是尊恩 感謝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